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广告学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本节目 我们今天来到了广告媒体的第三单元 也就是第17讲 今天要播讲的是媒体创意与媒体预算 那我们今天播讲的讲次内容 有包括媒体的创意 首先我们谈到媒体的创意 再来谈到媒体的预算编定以及控制 中间有包括广告预算的定义项目 还有广告预算的拟定checklist 还有广告预算的编列方法 最后谈到广告预算的分配 那我们现在就从媒体创意开始跟各位来谈起 首先我们谈到了媒体创意 媒体创意就是如何利用广告的版面 或是时间或是媒体的特色 来展现一些很好的创意 那首先我们看到报纸方面 报纸的广告的形式呢 有所谓的一种用烟囱形的广告 这烟囱形的广告就在报纸的利用 报纸所谓有报纸名称 什么什么报的那个叫做报头 报头下跟报头 这是一个整个是一个L型的 所以烟囱形的广告就在一个版面当中呢 它把利用报头跟报头下加上底下横幅的一个广告 就构成给L型 就像我们的图上所看到的这个L型的广告 这个某某报底下那个纸条烟囱 加上底部的部分 那整个叫做烟囱形广告 所以网线的部分是广告 然后报纸的名称底下是广告 底下是广告 好 这是烟囱形的广告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是所谓的特殊形状的广告 特色储存 也就是它不是全面 不是整个全部买下来 只是买局部的 这个可能这要占各有三批的广告 上方跟左方各有三批的广告 是保留给报纸去利用 它只是利用报纸版面当中的一小部分 来作为广告 这是特殊规格的特殊尺寸 这种通常要跟报社来谈判 才能取得这样一个版面位置 再来我们看到下一个广告是对称型的广告 也就是在报纸的左右两端 各买一些网线部分就是广告的版面 中间摆的部分是留给报纸的内容 所以左右夹起来的这样一个内容 所以这种广告也是需要特别跟报社去谈才会有取得这种版面 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是上下 上下两条形的 所以这种特殊版面的 还有一种是不规则型的 这通常之前有一家报纸 经常接受这样一个广告类型 在报纸上用左右不对称的方式 比如说球鞋或是什么方式 那用不对称的方式产生这种不规则型的这种广告 那广告就属于网线的部分 那就是广告的版面 那其他就留给报纸 所以通常这样的版面应用 这个编辑 那个版面 该版面的编辑会特别的辛苦 因为他会把广告所剩下的那个空白 把它填补一些文字跟图片上去 所以这些通常会比较辛苦 所以所有的费用也会相对比较高一些 好 再看我们其他的版面利用的一些创意 媒体创意可以说是如果好好应用 可以说是无往不利 那我们来看几个 第一个我们看到Marble香烟 他经常做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这样一个广告 什么叫挂羊头卖狗肉呢 因为很多国家都规定 香烟不得在电视上做广告 所以他就利用一些变通的方式 比如说他站住一个车赛 或是推出一个服装 Marble也有服装 也有男性服装的品牌 还有Marble也有手表 类似像这种东西来展出 特别在F1方程式的赛车部分当中 他出现了赛车 那赛车上面有Marble这个图案 但是他讲的是赛车 不是讲说香烟 所以用这种站住车赛的方式 F1赛车是最常见的 所以F1赛车经常会拿来作为什么呢 作为这种比赛 另外有一种是什么呢 一个表 比如说某一个手表公司 某一个香烟公司的烟草公司 他明明是在广告香烟 但他因为不能广告香烟 他就推出一个手表 说It's a time 什么什么什么 time 然后就把时间弄出来 是在讲说这是一个闲情亚致的一个时刻 这个时刻就留给这个手表 事实上也是留给那个品牌 因为那个手表的品牌 跟香烟的品牌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就是利用豪华手表 推出类似的商品 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类似像这样子 他本身是既卖服装 也卖香烟 所以等于两个一语两吃 也不是一语两吃 等于说利用广告服装的品牌知名度 来带动香烟的一个知名度 还有一种是Honda汽车 它也是赞助那个F1方程式 或是一种轿车赛车的方式 然后把它的产品的车队结合起来 然后很快的就把那个产品带出去 所以万宝路也曾经赞助过本田车队 而两个共同成名 它是Marble Honda这个队伍得冠军 开香槟的时候就Honda跟Marble同时出现在荧幕上 所以得到这种周边的效果 所以一个被禁制的广告的商品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露脸 这是第一个我说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创意 第二个创意就是英国有一个第一直接银行 它开始上市的时候 刚开始上市的时候为了牵到知名度 因为没有知名度 而它因为只有刚开幕 只有一家总行 没有分行 所以它就把这样一个概念 这样一个窘境 特别用广告来播出来 它在英国就选择两个 两个收视率最高的A台跟B台两个节目 然后这个节目就播乐观的观点 另外一个节目就播悲观的观点 同时起一模一样的时间点 同时开播 那这边在讲乐观的观点 另外一边就同样的开场白 在讲悲观的观点 所以乐观悲观两边站 来讲出这个第一直接银行 没有分行的这样一个你的看法 它说第一直接银行 First Direct Bank is a new banking organization 是一个新的银行机构 那你对这样银行 它的主要是没有很多的分行 你对没有分行这种看法如何呢 悲观的人看这一台 乐观的人请转到另外一台 然后那边开头也讲说 乐观的人看这一台 悲观的人请转另外一台 所以悲观乐观呢 大家看到人都想说 对方怎么看法 所以看完乐观就想转到 看悲观 看完悲观想转来看到乐观 所以大家拿有空气 不是避开广告 而是追逐广告 我们来看这段广告非常有趣 就是悲观乐观两边站的广告 我们看这个乐观的观点 跟悲观的观点 怎么说第一直接银行 第一次银行 1st Direct is a new banking organization that does things differently for a start no branches what's your reaction for a pessimistic view stay on this channel for an optimistic view turn to ITV now what they changing it you can call their people 24 hours a day they're far too new and different they'll close down right away like tomorrow honey they're not an old institution that's where my money stays 所以很有趣的一个穿粉红色的乐观者他说第一直接银行没有很多分行所以他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在这家总行所以你得到优质的服务那悲观的穿黑服的悲观者他说 因为过去没有第一银行的时候我存在另外一家银行所以我月中的时候就把钱花光了因为很容易提款所以把钱花光了变月光组 现在换到这家第一直接银行因为他不容易取款取款不容易所以我钱可以存在那儿 所以这两个都在讲没有很多分行的好处最后当然隔了三个月上市以后分行慢慢增加这个影片也就成为历史但是不可否认的这支影片乐观悲观两边站的影片确实使这家银行的知名度在短短的两个礼拜之间呢他的知名度高达了82%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奇迹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广告创意是什么呢叫师弟麦可香糖 师弟麦可香糖他每次广告都要求第一档的第一支那因为他的广告制作非常的意识形态 所以大家不觉得那是广告以为是节目的一部分所以一边看广告的时候就陶醉在情节当中就被他吸引过去看了师弟麦可香糖 所以师弟麦可香糖永远要求第一档每一个节目的第一档的第一支 这个就是他一个一贯的一个下节目的一个要求 另外呢保利达他主要对象是给劳动家的病友 所以他专门特别注意劳动家的病友什么时候发薪水 10号20号所以每隔20发薪水 所以他10号左右20号左右他播的次数比较密集 这就是重视他的发行日期还有普利勤特别有意思的他是一家汽车修理厂 那因为他在台中成立分店的时候 因为要让台中的市民了解什么路跟什么路交叉点有一个普利勤 他用什么方式呢 由电台的节目主持人call out出去 给谁呢 不是给路人家路人以来播报路况 给普利勤的店长 他说我们现在请五官中路三民路路口的普利勤 店长区店长来给我们播路况 普利勤的路况 我是邱店长 现在往南到北车子很多 往北到南猫很多猫挡了路了 所以这种路况报道出来非常有趣 也让人家了解 五全东中街跟中正路口有一家普利勤 所以用这种方式呢 很快速的让普利勤的位置 让人家知道普利勤的内容又在服务 还有普利勤的专业 因为包完路况以后 邱店长就告诉我们 如何保养引擎 如何加机油 这种概念就透过他专业的立场传达出去 所以这种广告不着痕迹 看起来像节目那种暴路况 事实上它是一个广告 广告什么 教他的座落位置 广告他的店长的专业度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广告案例 所以这是媒体创意 广播广告媒体创意 另外呢 东远除司机 顾名输意 除司机就是要湿气很重的季节 那湿气很重的季节 通常都是明天会下雨 明天会下雨 通常很多的房地产公司 会把那个广告给抽下来 因为下雨嘛 那没有人来看房子 所以就把它抽掉 所以普利 不是普利行 那个东远除司机就要求电视台 反正哪个房地产公司要测广告 就安排我的广告 我就一笔钱放在你电视台 你们有任何空档 没有人上广告的时候 人家不要送给我 我就来上节目 所以用这种方式呢 得到了很多很多的优惠档次 所以它永远是让大家很清楚 天气潮湿了 快下雨了 就用除时机 所以除时机跟这个时机timing 也就结合得非常的紧密 所以这就是媒体的创意 另外呢 福特汽车呢 曾经用了两个广告 来引起制造话题 它首先在一个围楼 这个当初要拆建围楼 但是因为这个围楼呢 有丁子户不愿意搬迁 所以东华北路南京东路的围楼上面 他画了两条线 两个那个汽车压过的痕迹 他说路是escape走出来的 然后就在建筑物的顶楼上挂了一部车子 然后因为建筑那个广告法 那个广告物管理法有个规定 那个广告物不能超过建筑物的1.5公尺以上 所以这个显然超过了 所以他就把它要求建管局把它拆下来 从挂上去到拆下来 这两个礼拜造成很多很多的议题 最后他拆下了以后 在那个挂车子的位置画了一个框框 说了是小马哥定走这1000台的福特escape 所以车子会爬墙 以及车子被拆掉的 这整个来龙去脉演变成一个话题 两个礼拜就造成了媒体的不断的报道 所以这就是很有趣的福特的户外广告 还有一个广告 同样用那个围楼登了一个广告 那是一个富邦银行推出大乐透的广告 他一开始后 右边那个大乐透的字眼并没有出现 他只出现说小林嫁给我吧 那玄宇在那边让人家去猜测 到底这什么广告 小林嫁给我 难道是小林男朋友那么气派 登了那么广告来求婚吗 结果中间有蛮多蛮多的猜测 也引起很多很多的媒体的报道 最后他答案揭晓了 应该是富邦银行推出大乐透的 这样一个乐透券 所以如果你中了大乐透 你也可以像小林的男朋友这么的浪漫 所以造成话题 所以大乐透的求婚这个广告 造成一个大的悬疑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毅力信 毅力信这个手机呢 当初在上市的时候 他把整个广告呢 藏身在那个抱头下 我们刚刚也讲到抱头 就是什么什么抱底下有个 有个小小的一个小方块 小方块就放了一个圆寸大小的 毅力信手机 然后他说呢 这个手机的格数还有72小时 然后第二天还有36小时 第三天还有48小时 再来24小时 不断地往后递言 说这个手机呢 可以放在那边连续放了72小时 不会断电 所以这样一个话题性呢 让人家觉得连续看了四天的广告 都是爱力信的 那里面有一个手机的广告 圆寸大小 也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爱力信的磁电 电池的持久性那么的强 好 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中南香皂 Palmolive的香皂 他在马来西亚 曾经刊登一个报纸 报纸上什么都没有 就有一个全页的报纸 底下放了一个中南香皂 Palmolive的香皂 然后画面上就有文案 文案写的是什么呢 您今天在这个报纸上 所闻到的香味 就是中南香皂的新香味 也就是他在这个报纸上 放下了那个香皂的香味 他在前一天晚上到各大报去 把香味香精就倒到油墨里头 第二天报纸印出来都有一股香味 所以报纸有香味 引起大家很好奇 当好奇的时候 看到报纸上面底下的一个文字 当你今天闻到这报纸上的香味 就是中南香皂的新香味的时候 恍然答案揭晓了 所以你知道说 这叫做两种感官 跨两种感官的媒体 所以报纸不但可以传达字 也可以传达香味 这是中南香皂的一个创举 所以这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广告案例 接着我们来看分类广告 也可以做很巧妙的应用 我这边有举了三个分类广告 头一个分类广告是一个长颈鹿的 这个广告在上半段 用了长颈鹿的头 中间的颈部部分 长颈鹿的颈部很大很长 你不需要做很多的琢磨 所以他把长颈鹿的颈部部分 留给什么呢 留给分类广告 然后脚的部分 摆了一个什么呢 摆了一个丰田汽车 Toyota汽车 告诉人家说 Toyota汽车 它的视野宽广 它的装配性能很好 所以他买版面就买最上面的小长条 以及最底下的一个半页广告 他得到的是全页广告的效果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巧妙的应用 还有一个广告是什么呢 电毯 电毯就是可以插电以后 可以让毯子变成很暖和的 那个电毯 那电毯可以盖在肚子上 当被子 可以铺在你的床部下 当电子 所以可以当被子 可以当电子 所以他买版面的时候 在一个全页广告里头 买了上半段跟下半段 上面买了四分之一 底下买了四分之一 可是他得到了全页效果 他说上 他可以当被子 盖在你的肚子上 下半段他说 他可以当电子 电在你的身体下 所以上下的广告 刚好造成一个 很突出的一个注目效果 另外一个广告是 BMW的原厂零件 他说他在广告的右半端 左半端 搬了两部车 一部车是车子停在中间线的部分 另外一部车他只看到了刹车痕跡 但是没有什么呢 没有看到车子 这是两部车的比较 他说上面那个有车子停在那边 他说这一部BMW车用了原厂的刹车零件 而另外一部车底下就看到刹车线 内部没有他用了副厂牌的BMW刹车零件 所以他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对岸 跑到那个报纸另外一边不见了 所以这个广告呢 仿佛是把这个两页的广告 跨页的广告 当成他家的赛车场来做一个演练 所以这一部车用了原厂零件 刹车刹住了 另外一部车没有 所以跑出去了 越界了 所以这是第三则很巧妙的利用分类广告 除了分类广告以外 我们看地铁的捷运广告也是很有趣的 比如说这是德国地铁的一个广告 这什么广告呢 他说get closer 来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来看 靠近来看你就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会很危险 险向还生 这是什么广告呢 这是一个德国的一个殡仪行 殡仪公司的 殡仪服务官 这殡仪馆 殡仪服务公司的广告 你再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步 你就会需要到我们的服务了 所以这殡仪馆的广告 也是非常有趣 也是非常吓人的广告 你再靠近一点 就会撞到火车了 撞到捷运了 好 这是地铁的广告 显向到 好 再来看下一个广告是什么呢 是善用车体 不用拘泥 车体 车厢外面 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一个摆设 跟创意的发想 比如说第一个广告 是口香糖的广告 他利用国外很多的车 都两节车 车厢跟车门盖起来的时候 这男跟女的照片就会相闻 所以你用了口香糖 可以时时刻刻 跟你的爱人亲闻 所以这是车体的广告 口香的广告 下一个广告是什么呢 下一个广告是 这个是牙刷的广告 他说两节车中间会扭曲 所以这个牙刷呢 他讲弹性很好 所以不需要 不言而喻 你看到这个广告就知道 它的弹性特别的不错 那第三个广告是什么呢 第三个广告是一个 狗飼料的广告 因为狗飼料太好吃了 这几个狗狗呢 都情不自禁的往前跑 把主人拉的撞到那个车子后面了 所以美味好的滋味 挡不住 拉不住 所以他就去撞那个车子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广告 车体广告 还有一个不是车体广告 是车厢内的广告 它是IKEA IKEA 它卖家具 但是它的做法是把地铁的 那个硬板凳 塑料板凳 把它换成什么呢 舒适的沙发 所以美杰沙发后面有IKEA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logo在里面 所以他就很清楚地 把IKEA的家具的舒适 美感 通通在这里面展现出来 所以广告可以有无穷的创意 特别今天的 那个网络时代 有更多的可以互动式的广告 会更多 所以更精彩 所以我们要多多利用 广告上的这样一个广告创意 还有我们看到 墙外也有一些广告 这是全面启动的一个广告 他讲梦跟实境之间的一种落差 所以这两个 他说这都是真的 事实上都是梦境跟实境之间的一个幻觉 这是全面动员的一个 全面启动的一个广告 再来底下这也是 这是一个户外广告 告诉人家说 保持车距才不会造成撞车的 追尾的这样一个危险 在底下一个也是 这是牛奶的广告 他说奶力无穷 可以让你什么呢 把这个大楼往前推开 所以奶力无穷 这小孩子喝了牛奶 可以这栋大楼就被他推开了 推开大楼 所以这就是媒体创意的一些 给各位做一些案例 那我们 最后我们给各位谈到了 广告预算的编定跟控制 所以这一部分呢 我们要谈到了何谓广告预算 广告预算的定义是什么呢 广告预算就是广告主为了要刊登广告 所制作还有购买媒体所花的预算 总称为叫做广告预算 广告预算呢 里面包括媒体看播费用 也就是买时间买版面的费用 第二个是广告制作费用 表现技术费用 包括拍摄 包括电脑动画 那电视方面还有导播 演员 模特费用等等 还有广告管理费用 还有一些杂费 一些杂费支出等等 这些都是广告费用的项目 那广告杂费就是包括材料费等等 好 那广告预算checklist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目标市场规模潜力有多少 那第二个 我们潜在市场的分散程度 再来呢 我们目标市场的占有率 跟品牌忠诚度等等 那还有呢 就是竞争品牌的手法 要了解竞争对手 然后还有一个是 我们的媒体应用的形式 还有目标销售额 数量 还有利润等等 另外从财务考量 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负担能力 还有产品生命周期 还有市场区隔 这些都是checklist 那我们一定的方法 有几种呢 一种是销售定律法 销售定律法就是 按照你销售的一定比例 拿出预算来 比如说拿20% 15% 这叫做固定比率法 跟变动比率法 固定比率法是一直持续都用同样的比率 变动比率法是导入期的时候 上市的时候比较高 会逐年的下降 所以变动比率法 还有销售比率法 销售单位法 就是每一个 每一台车 比如说拿5000块出来 做广告预算 然后1000辆车就有100万 所以用销售单位法 然后还有第二种是什么呢 主观编列法 就是按照我个人的经验来编列 第二个是无从重法 根据别人花多少 我就八九不离死 跟着别人走 另外一种支付可能率法 我有多少 付多少钱 花多少钱 付多少费用 所以支付可能率法 另外一种任意经验法 任谁心所欲的 还有客观编列法 我们用市场占有率 或是用PACAM的方式来得到 有一种方法叫率送法 就是用SOV除以SOM 也就是用市场占有率 除以什么呢 市场的声音量 去得到一个预算 那还有一种是用目标达成法 按照你有多少目标 预达成的目标 然后逆推回来 看你可以发生的费用为多少 那率送法呢 我们有图要做一个解释 那我们来看一下预算的分配 我们广告预算的分配呢 可以按照什么呢 时间的安排 按照季节 按照地区的安排 比如说北中南 或是华中华北等等 还有按照产品别 你产品哪一个产品花多少钱 产品别的分配 还按照对象别 比如说你在男性女性 这个分配不同的比例 以上呢 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有关媒体的创意 以及媒体预算的一个安排跟分配 那这些呢 对我们媒体呢 在安排的时候非常重要 特别媒体的创意 我们有无限的空间 特别现在网络时代 很多新兴媒体的兴起 多利用一些互动的方式 跟消费者进一步的 除了接触以外 要让消费者有娱乐 要有体验 最后要跟消费者交心 以上是今天我们播讲的内容 我们赵志文告一个段落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